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民董事长说一下 其实民调会高不高的原因是在于个人的态度 那事实上我们阿民董事长他很会赚钱 他可能在企业家扮演一个非常好的角色 所以他光股票的鼓励就可以赚到90几亿 所以我认为他在企业家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他是扮演非常好的角色 因为他有赚到钱 但是政治并不是赚钱 甚至也不是伤人的那种利益的那种考量 正是要用公共利益来思考思维 还有国际的能见度 跟国际的视野 可是显然没有看到他的国际视野 你看他连美国一趟 他说他可以跟川普讲电话 结果川普现在已经被司法调查得非常严重 然后他也可以跟习近平来讲话 但是问题是那个都是他讲的 事实上他是不是真的能达到 所谓的美中台三方关系 你当总统有没有办法去处理 这么复杂的一个政治环境的一个关系 这个才是民众想要看的 所以在这么多时间内 这么这几个月当中 其实都没有看到郭董事长 他有什么样具体的表现 反而越来越网红化 他讲话的那态度口吻 其实越来越网红化 反而会让民众觉得 你一个董事长做好好的 你不懂得政治就算 你现在变成是网红 那事实上会让民众觉得 对他的能不能升任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大家会觉得越来越递减 所以他的民调为什么都起不来 那反而是柯文哲虽然他会讲 但是他习惯于政治语言 他也习惯抓住年轻人想要讲的脉络 所以他讲出来的话语 其实就可以替代这个郭台铭所讲的内容 所以要当网红 可能柯文哲在政治网红上 比他扮演的角色更好 那另外我们要再讲 刚刚这个民调 好大家说有机构效应这样就算了 那我们今天来看 现在最新的 另外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民调 已经出来了 是 他的民调就已经呈现 从赖清德从6月30%的支持度 到现在已经37%了 然后柯文哲最掉的最厉害 他从本来6月是33%的支持度 现在掉到上28% 那侯友宜是略有成长 但是他在6月的时候是23% 到了7月是25%有起来了一点点 那因为柯文哲丑女之类的很多事情 可是他最近又掉下来了 现在还是老三哲学 但是从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他对于女性对他的支持度 在这样的民调里面 其实看到的是成长了 大概有8个百分点 所以感觉上其实赖清德 对于比如说稳健的国家的国政的治理 跟国际关系 像他这一趟从美国回来的国际关系 事实上他可以处理得非常非常妥当 所以显然可以让民众觉得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总统 对这就是为什么赖清德的民调越来越高 不过这个翟哥 因为阿弥昨天这个庙会开讲 他说你如果要到赖清德可以 你就通通都去签志愿意 因为到赖清德就是要战兼啦 来翟哥 但是我都没理解 现在四个总统里面 他有两个总统候选人 因为说中华民国 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国家 那就是大姓庭 还有过去台湾 过去台湾在北里山在金融这样说 后一会跟柯文哲没有认为 这很模糊的 所以过去台湾要去理解说 所信聪在行政院做印度的时候 说那句话说 这个手洗手拿起来也要战 为什么 因为国家如果是一个人 如果有老婆要跟你打 要打人家 要打死的时候 你穿手洗手就要参战 那就是国家 因为国家是祖师的 什么祖师 因为要维持你的利益 你的利益是什么 国家的利益就是要换下去 要行准下去 现在 华青帝不是只要维持台湾的行准 他还要维持这个区域的好平 所以他才跟中国说 台湾的欢迎可以造成中国的欢迎 那是整个区域的国座 所以现在四个总统 只有华青帝站在这个官党 这个官党就是 华青帝在这些澎湃电视管兴国 有两个一个是属性 一个是现实 现实就是说 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 是国座的黄帝 这个黄帝如果想打败 想就是敌人 所以台湾有一个敌人 做一个台湾的工作 要顾我们台湾的新春 要顾世界的和平 所以为什么华青帝的民调会起来 会越来越拳